大家好,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要教大家才藝 就是模仿公雞的叫床聲 聽我叫一次 然後如果你要學會這種聲音的話 你的喉嚨要好一點 因為這個會讓聖誕 輕微的受傷 因為他的發力方式 跟一般的 就是不符合人體工學 那 你要發這個聲音的時候 我開始教你們怎麼發 第一個是 你要先學會這種聲音 那接下來 如果你這種聲音學會的話 你那個猴子 也很容易模仿了 聽我模仿一次 那 接下來是 那 你在發的時候 用後面跟喉嚨一起共陣 然後 然後接下來要用單甜的力量 然後接下來就是斷氣的地方了 然後這樣子就很像囉 然後如果你的 你還要陰陽頓挫 這樣子就會有一點像那個攻擊叫 好我們接下來再聽一次 然後 然後我剛才那個發力比第一次好 所以又更像 因為這個還蠻傷喉嚨的 我建議如果你要模仿的話 你先喝一些溫水 因為如果你喉嚨是受寒的狀態下 你在緊縮的時候會非常的不舒服 好我們再複習一次 呸呔呔呔呔呔 呸呔呔呔呔呔呔呔 呸呔呔呔呔呔呔呔 好就這樣 謝謝大家 喔對了 如果你已經學會計較的話 海口叫也難不倒你 來聽我學一次 呜呜呜呜� Cause 呜呜呜呜呜有沒有 呜呜呜呜呜渦呜呜呜呜呦